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巴表姐 从偶像团体中出道一样迁徙 在刚开始的几年里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欢迎 甚至前几年呢 国内的很多观众对这样横空出道的偶像团体有抵触的心理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迁徙还没有展开 他也经历过一阵子全往黑的时候 但就是这段经历也在一直激励着杨千玺 让他变成一个更坚强更执着的人 在音乐方面他一直坚持做自己 无论是舞蹈乐器都样样全能 在综艺上他又是那个认真腼腆的小男孩 懂礼貌 人品好一直都是他的标签 从偶像歌手摇身一变成为实力派演员 千玺的确呢走了好几年 但人们常说磨难是生活最好的礼物 机会呢也会一直留给有准备的人 如今呢流量小声到处都是 很多人靠流量博出位 每年也都有出演作品 但真正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却少之又少 杨千玺呢则不同近两年出演的几部作品 也可以说得上都是经典之作了 2019年和雷佳音合作长安十二时辰 豆瓣平分的高达八点五分 从播出以来呢就一直有很高的热度口碑炸裂 之后就是和周冬宇合作少年的你 杨千玺在电影中饰演的小北 退去了台上那个帅系少年的装容 换了平头脸上抹黑 但是仍然抹不平的是他眉眼那份坚韧 那个在摄像头前面不敢抬起头的少年 那个流里流气有点脾向 但是松怀意气的少年都为他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也是在这部电影之后 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了杨千玺 也给到了他演技方面很大的肯定 近日一条胡歌称赞杨千玺演技微博 也悄悄爬上了热搜榜上 在杨千玺新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主题曲MV中 杨千玺呢饰演了一个醉酒的角色 他在雨中深思历劫的喊着 我怕我刚把我的真心掏出来 我就已经死了 虽然呢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台词 却能从中看出他声音中的那份绝望无奈 也正是这一句台词呢得到了前辈胡歌很高的评价 让他连声赞叹 服了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 这部电影中呢讲述杨千玺和刘浩存 两人饰演的癌症患者 在一起抱团取暖能的故事 这部作品呢也是滚蛋吧 肿瘤君同意导演的续作质量呢还是很上乘的 目前呢只是单单发了预告片 就得到了很多演艺界明显很高的评价 也就让人越来越期待这部作品了 一样千玺的新电影《宋尼一朵小龙花》发布了同名曲的MV MV一出呢就惹得很多网友前去观看 也让很多的网友对一样千玺的演技赞赏有加 对一样千玺的演技表示很肯定 确实从MV中呢的确可以真情实感的感受 一样千玺的演技和台词呢越来越有进步 也越来越自然细节和情绪的把控都很到位 把唯一行演绎的很到位 不仅如此就连我们的胡歌前辈看到电影MV之后 都被一样千玺的台词给打动到了 还特意转发了电影MV的微博 看来胡歌老师又再一次被一样千玺给惊艳到了 之前在采访中呢就对一样千玺满是欣赏和喜欢 看完了一样千玺演的少年的你满是称赞和表扬 还称变成了一样千玺的粉丝 看来这次转发微博确实也有在关注着一样千玺的动态 也证实了自己是一样千玺的粉丝这一事实 从MV中呢确实可以真情实感的感受到 一样千玺精湛的演技 有好多网友呢都在微博底下评论 光是看MV就给看哭了 要是正片上映不得哭晕在电影院了 其实呢不仅是网友就连电影的工作人员和导演 看到一样千玺跟高亚林老师对戏都给看哭了 仿佛呢一样千玺说的每句台词都踩在了观众的泪点上 情绪呢也给的很到位 弄得在场的导演和工作人员都纷纷流下了眼泪 更别说到时候粉丝看完全片了 估计电影院都是类人 还有网友在网上呢看到韦一航的吃饭照片都是有所研究的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韦一航拿筷子的姿势 就知道杨千玺呢真的有好好地在钻研韦一航的这个角色 从拿筷子的姿势和杨千玺吃饭时的表情 就可以看出呢杨千玺为了更好的演绎韦一航这个角色 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了 俗话说的好就付出了才会有回报 因为杨千玺认真钻研了这个角色 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刻的韦一航 不仅仅是上面的一些花絮和照片 之前杨千玺呢要高亚林老师打巴掌 给打实一点也送上了热搜 杨千玺呢为了更加好的演绎出韦一航 被扇巴掌时候的状态的情绪 反复的要高亚林老师打巴掌打实一点 从视频中呢可以看到杨千玺呢 被高亚林老师打了很多次巴掌 但是杨千玺仍然觉得不够好 而我们的高亚林老师就说 你已经够好了 看得出呢杨千玺对自己的要求真的很高啊 对演员的这份职业也很敬业 也有专业的演员素扬 杨千玺呢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很努力很敬业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人 无论是跳舞呢还是演戏 只要是对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都能投出百分之百的热爱和认真 其实呢这也是杨千玺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原因之一 对喜欢的事情做到完全的投入和热爱 这样的杨千玺怎么可能不成功 除此之外呢 杨千玺和周迅合作的《世间万物》 也将会在2021年上映 从周冬雨到周迅很多人呢可能疑惑 杨千玺合作的演员已经到了如此的咖位 但这不也正是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杨千玺已经足够优秀了吗 他所有的经历看起来都好像十分的意外 但是其实有迹可循 如今20岁的他仍然对演艺事业充满期待 也一步一步叫他实地正在努力 也希望他能够一直坚定在自己的追梦路上 一年一度的微博之夜又要来了 这个活动最连关注的就是微博King和微博Queen的争夺 全年是肖战和杨子 今年投票活动刚刚开始 肖战又以绝对的断层优势领先 热巴和杨子则斗得如火如荼 肖战粉丝打榜一直都很厉害 在各个榜单中数据都遥遥领先 但这次肖战的粉丝突然宣布 不再对微博King榜单进行投票 推出此次活动 原因有二 第一呢 获得微博King的明星会在颁奖典礼上 对过去的一年的热搜进行回顾和盘点 这对肖战来说呢 就很尴尬了 从2020年的2月底开始呢 围绕在肖战的身上的 就是各种的负面舆论 黑热搜也一直上个不停 顺带还会让人回忆起那些负面事件 如果肖战真的拿了微博King 在领奖的时候就相当于公开处刑 粉丝为了保护他 放弃打头也是情有可原 还有一点是 微博的老总公开为一样迁徙投票 这也让粉丝觉得是一个信号啊 领导都青睐一样迁徙了 粉丝再怎么努力或许呢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杨千禧的2020年是很风光的 不仅拿下了金像影帝 还凭借长安十二时辰获得了白玉兰的提名 实际在新生代小生中意义其绝成 现在呢还跟着大导演在拍场金湖和世间有他 资源好的让人眼红 从人气和正面影响力综合考量 杨千禧呢似乎都是微博King非常合适的人选 虽然呢老总清点 但杨千禧的粉丝并不买账 他们声称历年都不号召投票 意思就是 这种靠粉丝投票得来的奖并不值得吹嘘 这种话呢还真就杨千禧的粉丝才有底气说 毕竟私自弟弟的荣誉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现在肖战的粉丝退出微博King的打头 杨千禧的粉丝呢也不屑于要这个奖 看来今年微博King的争夺会冷清很多 目前最后希望夺得微博King称号的就是王一博了 女方的微博King争夺就温和很多 杨子粉丝和热巴的粉丝是老对手了 两年前的坚一节呢双方就交手过 杨子呢还亲自下场拉票 可惜呢最后杨子还是惜败给了迪丽热巴 今年年初呢 杨子的粉丝丽亚热巴粉成功拿下了微博King 不知道2020年杨子能不能缠连 说起来啊小花粉丝的战斗力呢 总不由小生的粉丝那么强悍 从票数上就能看出差距 其实呢这些投票的奖项 只是对明星人气的一个体现 没有太多的含金量 粉丝投票图个开心就行 不用太较真 免得伤了和气 好了今天把表姐呢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